汉武帝身边的能臣很多 如寒门出身的主妇眼 看着道行逆施和横报 为自己打下了一片天地 让人人敬畏 都认为他是个不好惹的人 而和主妇眼相比 最后做到了百官之首丞相之位的公孙红 好像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但不要忘了 汉武帝要放过犯了众怒恩主妇眼 他公孙红说 陛下 主妇眼离间宗是骨肉 这样的奸宁之人不杀 天下人都会认为是陛下不仁 因此 主妇眼不得不杀 结果主妇眼被灭族 大侠郭谢被定为无罪 本来要释放了 公孙红又出来了 他对汉武帝说 陛下 郭谢自己可能对杀人之事 确实不知情 但是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都有人替他杀人 这样的人蔑视王法 做事都凭个人好物 不杀他郭谢 不足以明法度 惹了公孙红 轻者丢官免职 重责人头落地 在公孙红的建议下 主妇眼和郭谢 这两个厉害人物 全部都人头落地 你能说他不厉害吗 公孙红到底厉害在哪里 他又是怎么脱颖而出的 被汉武帝重用的 读历史 您是李 大家好 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盛省年之时 公孙红曾在家乡 资川国薛县任职玉吏 一直虽小 却手握重权 主管预政刑法 朝中显贵之家 虽有特权 但在他的房区内 亦要遵从法纪 素日里 公孙红带着几个小手下 在城中穿梭巡视 维护着治安 偶有狐假虎威 却也无恶为疾 因此 在老百姓心中 他可谓权威非凡 然而 权力若被滥用 终将为自身带来祸患 那一年 公孙红的亲弟 偷了他人的羹牛 被人捉拿归案 一律应受惩治 但公孙红 却为亲情所毙 纵容了这桩罪行 消息很快为上级所致 朝廷虽将他拿下 隔去玉立之职 小小的过错 却让公孙红 陷入了举目无亲的困境 朋友们 对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公子 再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无业可谋 生计艰难 公孙红不得不孤身一人 远走海边 以放诸为生维持温饱 岁月无情的流逝 朝夕更替 成名的海面 见证着这个 曾在官场叱咤风云的男子 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放牧中 变得须发苍苍 行销鼓励 人生的际遇 固然起落几多 但能否重新焕发生机 还需看个中那一股韧劲 就在公孙红剑区绝境之时 40岁这一个人生重要的分水岭到来 作为一个信奉儒家学说的人 他明白不惑的年龄 意味着要为后半生确立新的目标 放眼国家 意气风发的少年才俊 正在崭露头角 而他却以年老力衰 贫困潦倒 如何才能彻底改变这一命运 经过深思熟虑 公孙红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重新拾起儒学 以期寻得改变人生的突破口 他清楚 在这个文人扳倒日龙的时代 德高望重的京师 可谓敬重有加 而且他刚好拥有诗灵读书的年纪 人生一世 不免有荆棘重重 拥有毅力与决心 就能在逆境中破冰而出 熟料 公孙红的人生之路 还将再次陷入低谷 当公孙红下定决心 要重拾儒学时 胡乌生正是当时资川国 最著名的儒家大师 作为一个勤恳好学的人 公孙红可以忍受贫困 但万万不能忍受浪费光阴 于是他毅然败入胡氏门下 潜心研读春秋及诸家学说 四十岁开始读书 已数不易 可公孙红却自愧无所长 字字不倦 担惊节律 白日夜夜 经典中的字句 变成了他全部的陪伴 春去秋来 年复一年 就这样 在诗门的熏陶下 公孙红一干读书二十载 家贫如洗 衣不蔽体 有时夜深人静 公孙红就披着单薄的衣衫 独自一人坐在窗前 任凭风与冰雪在脸上肆虐 只为了能在晨曦时分 反复研读那些字字珍贵的典籍 就这样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放牧人 他终于成长为一代经学大师 然而 悦人多疑 公孙红很快发现 书斋中的孤芳自赏远远不够 要想在这个世道某个前程 便得先打入朝堂上层 搏那些权贵的欢心 当年被革职的阴影 让公孙红一度自暴自弃 直到汉文帝崩育后 在家乡举荐下 他才终于在六十岁这年 重新获得了入世的机会 此时 汉武帝觉得朝堂缺乏人才 于是颁下诏书 要求地方推选有德有识之士 入京任职 公孙红自幼便聪慧过人 家之儒家根基深厚 很快便引起了家乡父老的重视 大家一致通过 将这位经历沧桑 而学富五车的儒者推荐上台 就这样 年过花甲的公孙红 怀揣着一腔暴腹和憧憬 整装再次前往长安 只为能在那无上权力的忠心 一展身手 挽回往日颜面 然而 现实又将给他当头一报 在汉武帝的朝政之下 经 学显然无法如鱼得水 武帝任命公孙红出使匈奴 视察边疆 出使回来后 公孙红本份上书禀报亲眼所见 可他毕竟是个纸上谈兵的老儒生 缺乏实践经验 上书中的内容于武帝心中所想 大相径庭 武帝大怒 痛斥公孙红有名无实 不堪大用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 公孙红一度万念俱灰 他没想到 在黄发苍苍之年 日夜潜心如道 竟还是不合时宜 万般无奈之下 公孙红只能一再请求告老还乡 以身体抱恙为由 无疾而终地离开了长安 在那一段日子里 无所事事的公孙红 简直活成了一个穷酸书生的写照 饱受打击的他 整日颓废为米 对前程渺茫 失去了所有希望 朝夕更替 光阴荏 就这样 公孙红在家中虚度了整整十年 让人不由地感叹 拥有非凡学养的他 生前怎就淹没于世 断了一路人生 也许 命运才是导演人生的最高力量 就在公孙红自暴自弃的时候 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竟悄然牵引着他的脚步 将他推向了新的人生巅峰 随着汉武帝新政的推行 朝廷有意结构新的选官制度 拓宽人才来源 在这一背景下 公孙红的前科并未被彻底埋藏 年届七十高龄的他 凭借在家乡赫赫有名的学术地位 再次被地方长官举荐入京 出任了博士一职 古往今来 能在晚年依然获得发展的机会 实属不易 对于公孙红来说 这无疑是上天再次垂青 他立刻痛定思痛 反思教训 当年直言 献祭虽出自好意 但无疑冒犯了君王 为此付出了代价 如今重新回到朝堂 他必须审时夺势 原通处势 否则只会陷入昔日的覆辙 有了前车之鉴 公孙红很快就将生存哲学 发扬光大 接下来 他时刻把握汉武帝的想法 禁言时先抛出数种方案 由武帝拍板 从不再一意孤行的争论不休 就这样 一步一个脚印 公孙红终于在武帝面前 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和武帝最看重的 莫过于有理有据 而无任性妄为的谏言 公孙红形势稳重 且对儒家经典贯通扎实 给武帝以如沐春风的感觉 武帝对这个老城持重的请签书生 喜爱有加 频频加以重用 一年后 公孙红被派为左内使 在外省任职 再过几年 更是被拔着为权力非凡的御史大夫 十年76岁的公孙红 或许已想象不到 人生还会有如此转折 然而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初五 一件传诞佳音 几乎让他魂飞魄散 汉武帝当了新朝宰相的人选 竟然非他莫属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还被特许 先拜向后封侯 成为大汉王朝 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丞相 这一刻 公孙红对汉武帝是感激的 若非皇上实财爱财 怎会将一介不一老人 捧上如此高位 然而 这个举动也凸显了武帝的 识人之名与仲裁之心 公孙红老当一壮 致死方休 圆满了他如者报国的终生夙愿 宰相之位 乃是位高权重 引无数人仰视的大任 就如古人所言 不依求是 非不义 荣登宰相 实堪位 可见其艰难与机缘巧合 然而 公孙红虽然艰辛有余 却从没有一刻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在担任丞相六年的任期里 他谦逊有礼 实时遵循儒家思想 所作所为 无不影射着原通之道 武帝对公孙红满怀信任 甚至在公孙红面前 都可以很随意而为 而这位须发浩然的老丞相 也从未做出有失体统的事 就这样 一手正继纲 一手收拾锦绣 公孙红运筹帷幄 直至八十高陵离世 这位汉武帝赏识有佳的丞相 用自己的一生 诠释了成功人生的真谛 立志坚韧 处世圆滑 才是永保生机的不二法门 人生就如一部纷繁缥缈的史诗 有喜有忧 有其有福 而要想实现理想抱负 最宝贵的是 永不言败的勇气和决心 公孙红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十年 践行着这一信 在诗意潦倒之际 他孤注一掷地重拾求学 并付诸二十年的滋滋求索 在柴米油盐扩绝无缘时 他依旧怀揣着重新东渡的美好憧憬 在屡屡受挫之后 他选择放下成见 而通拳答辩 正是这股永不服输的任进 让一个卑微的朱冠 最终成就了千古丞相的非凡功绩 事事几多臣服 但唯有那些心怀远大理想 勇于突破自我的人 才能在人生的大潮中 永保青春风貌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如同公孙红般 拥有一颗永不言败的心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